这么好吃的龙虾焖面 为什么外面饭店都很少看到这道菜呢 这面条吸饱了汤汁 又鲜又有劲道 拿两斤斗 小土豆拿一点吧 几块钱 四块 这个大蒜给我拿一把了 这个新鲜的大蒜 这个五块一把 五块一把 这种鲜面条一般菜场也是有的 可能只是散秤的而已 顺便把快递取回家 烧龙虾的调料到了 这种新鲜大蒜子的话 我一般就把外面那层皮去掉 留一层 这样子就可以整个放下去烧了 龙虾今天没处理 直接丢下油锅给它炸了 土豆也炸一下 炸过的土豆口感更软糯一点 龙虾调料还是一如既往的 喜欢吃这个油焖口味的 有一点底油 把大蒜还有龙虾调料放进去炒一下 小火炒香了以后加啤酒 再加一碗清水 盖盖先让它煮三分钟 把这个主要是让它里面的一些香料的味道煮出来 煮到汤汁里面去 然后呢再把这个料渣全部捞出来 主要是我们一伙要放面条 我怕这个料渣它会影响面条的口感 就是粘在面条上面 不好吃 这个面条就是新鲜面条买来不用处理的 直接盖在这个龙虾上面 我看水有点少就加了一点点 然后盖上盖子中火去焖 焖了八分钟 实在太香了 放点青椒和葱段 这一锅我跟你说这个面比龙虾还好吃 今天又是满满的一大锅 装不下了 这个辣度对于一般人来讲应该是够了 不过呢我再给它加点油泼辣子 这样更带劲 你看这个虾真的很Q弹的 宝贝 龙虾面要吃吗 龙虾面 要吃 要吃 给我留一天 很多 这里面有土豆你要不要 要 龙虾给你看 这么大蒜闷熟以后它就有皮 你看它就是这样软软糯糯的 然后你就连着皮上一缩就好